所以对于一个在江西吃辣 而且并且江西辣是很好吃的那种辣的人来说 在台湾要吃到一个符合自己心中 辣的好吃的那种菜是挺难的 还有一点就是台湾的商店啊 小超市啊是没有辣条这种零食的 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垃圾食品的大陆人 那么你一定要记得自己带 还记得我第一次刚去台湾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吃辣条 我就去逛超市 我就发现了根本没有辣条卖 我整个人我又崩溃了 所以从此以后 我每一次往返台湾和大陆 我的行李箱里一定会带辣条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养生呢 又比较口味清淡的人 那台湾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你的 因为毕竟台湾的美食也很多嘛 他们也比较追求食物的原汁原味 不会加过于多的调味料 不会像我们这么的重口味 还有一点就是 在台湾凌晨可能一两点之后 你饿了的话是吃不到什么东西的 但是在大陆呢 你就算两三点饿了 你出去你还是有的选择 可以吃热炒啊 可以吃烧烤啊 可以吃火锅啊 但是在台湾一两点钟 你还想吃到我说的那些东西的话 我只能奉劝你一句 早点洗洗睡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o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看看我今天换的这个造型 挺可爱的吧 主要是因为我每次染头发 这个头顶长出黑色的 在台湾就是叫萝卜头布丁头 就是不丁头很丑嘛 还没有去给我的头发补色 今天就带了一个假发 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形象 甜美可爱 有点害羞 自夸了一下 好的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就是我今天拍的这个视频 主要想讲解的就是 台湾和大陆之间 具体有哪一些不同呢 是因为我发现啊 我在台湾这儿待了大概一年时间左右嘛 遇见的所有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他们就会问 你觉得台湾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很 好奇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特意拍这么一集影片嘛 当然也不单单的是去说两岸之间的不同 除了解答台湾朋友的疑问之外呢 也是为了给即将可能要从大陆去台湾的一些大陆朋友做一些科普 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 那么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 会有点长 大家耐心观看哦 那么第一点 我们就从衣食住行开始说起 其实在台湾和大陆穿衣服 大家的风格啊价格啊都大差不差的 大陆朋友这一点可以放心 我在路边上那些店面嘛 或者在夜市里面也有一些摆摊的一些衣服的店 看到那些都和大陆差不多 那么我觉得唯一一点不同的就是 在台湾几乎是不讲价的 我在台湾生活大概一年的时间 我还没有遇到过讲价 就不管是去吃饭也好 还有小摊饭也好 还有买东西也好 都没有就是遇到过讲价的那种客人 但是在大陆呢 如果你去买东西 只要不是品牌的连锁店 你是基本都可以去讲价的 你就算去吃个火锅啊 吃个那个麻辣烫啊 吃个串串香啊 你可能都会遇到说 哎呀老板便宜两块钱抹个零啊 然后买衣服买鞋子 只要不是那种品牌连锁店的都会 然后在台湾网购的话 用的是虾皮这个APP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 但是在虾皮里面卖的东西 几乎都是从淘宝从大陆发货 很多东西和淘宝的渠道是一样的 但是价格呢 却是淘宝的两到三倍 我当时看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 作为我这种人不管买什么都是用网购的人来说 我当时看到虾皮就是我要买东西去逛虾皮的时候 我看到上面的那个价格 我整个人是崩溃的 你们知道吗 我真的很崩溃 不过呢也是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即将要从大陆来台湾的像我一样的年轻的女孩子 也喜欢网购 也不喜欢自己出去买 还是离不开淘宝的话 你们可以找一个靠谱的即运 当然淘宝上面其实也是有即运的 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需要关税的 然后呢 台湾每一个人他拥有六次的免税机会 每一次的免税金额大概不超过2000台币 也就是大概450块钱人民币 不过一般即运呢都会把你的价格压低 因为就算买大概可能超过了这个价格的东西 它也会报的实际比你买的东西低 所以大概率来讲的话是不会超过这个免税金额的 虽然我可以用即运 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不能随心所欲 今天买一件明天买一件就不能这样了 因为它是有六次的免税机会的嘛 所以我就只能可能累计一段时间 两三个月啊累计这么一段时间东西 然后一次性买 这样才会比较滑的来 所以像我这样啊 累计把东西放在一起买 会收你一个运费嘛 但是我觉得运费多出来的那个钱 也比在虾皮上用两三倍的价格 去买同一样的东西划算 到货时间的话也不会很久 大概也就是10到15天左右 接下来就是吃的方面 那么口味不同那是肯定的 台湾菜整体口味都不太能吃辣 虽然也可以和那个老板说加辣 但是区别也很大 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两个例子吧 一次呢是我在一个渔港的热炒店 我点了一个高丽菜 我让它给我加辣 然后结果呢它是给我加辣了 但是那个辣是非常难吃的辣 就是非常工业的辣椒精辣椒油的那种感觉 并不是那种好吃的辣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让店家加辣 然后他加的那个辣椒就像是个点缀 就可能只有这么一根 然后就切了这么小小的一点点 然后在里面 你就只能看见它像个点缀 对于我来讲是完全没有辣味的 所以对于一个在江西吃辣 而且并且江西辣是很好吃的那种辣的人来说 在台湾要吃到一个符合自己心中 辣的好吃的那种菜是挺难的 还有一点就是台湾的商店啊 小超市啊是没有辣条这种零食的 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垃圾食品的大陆人 那么你一定要记得自己带 还记得我第一次刚去台湾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吃辣条 我就去逛超市 我就发现了根本没有辣条卖 我整个人我又崩溃了 所以从此以后 我每一次往返台湾和大陆 我的行李箱里一定会带辣条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养生呢 又比较口味清淡的人 那台湾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你的 因为毕竟台湾的美食也很多嘛 他们也比较追求食物的原汁原味 不会加过于多的调味料 不会像我们这么的重口味 还有一点就是在台湾 凌晨可能一两点之后 你饿了的话是吃不到什么东西的 但是在大陆呢 你就算两三点饿了 你出去你还是有的选择 可以吃热炒啊 可以吃烧烤啊 可以吃火锅啊 但是在台湾一两点钟 你还想吃到我说的那些东西的话 我只能奉劝你一句 早点洗洗睡吧 但是如果你饿的睡不着 你也不怎么挑嘴 家里也没什么吃的的话 那么Seven是你的最佳选择 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 会有一点被迫养生的感觉 因为到大半夜啊 就没有什么吃的了 所以我要早点吃 就戒掉你熬夜啊 然后吃夜宵啊 这种习惯 而且我还发现台湾的店家 都特别任性 这怎么说呢 他们每个礼拜都有一天 是固定工修的 你们知道吗 我刚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 直到这一点 我整个人我真的 我整个人又不好了 我从这个环境 跳到另外一个环境 我就是从来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有店 在每一个礼拜的其中一天 都会休息 在大陆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什么时候会休息 只有过年那几天 你才可能看到他们那家店休息 其他时间 不管是节假日也好 还是周末也好 全部都是在上班的好吗 怎么可能每一天 还有一天固定休息 不营业啊 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震惊 并且我也很崩溃的 我没有这个习惯 会觉得那家店 有一天会不开门 然后突然可能这一天 我很想吃这个 但是刚好 这家店今天公休 哇 什么 这家店休息 今天居然休息 每周的今天 居然休息 因为你这个休息 这是每周啊 你不是每个月呀 也不是每年 每周啊 一年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十二个月 一个月 四个礼拜 每个礼拜 都休一天 哇 我现在想一想 我以后 有喜欢吃的店 然后我还得记着 在他公休的那天 我千万不能去 我就觉得 要不如 还是把我杀了吧 而且最主要的是 他每家店休息的时间不一样 比如 这家店是每个礼拜一休息的 然后那一家店是每个礼拜三休息的 然后那一家店是每个礼拜五休息的 我还得记这么多 接下来就是住 那么住的话 我就说说台湾的房子和土地吧 台湾的土地和房子是私有的 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让大陆人非常羡慕的一点 我在来台湾之前 我是不知道台湾的土地是私有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台湾人心里 也是一个潜意识里的东西吧 所以不会特意拿出来说 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土地是私有的 也不会这样 所以在这之前 我和我老公聊天 或者干什么的时候 也没有说到过这个问题 是我来台之后 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我刚下飞机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看见路边上啊 就有一些店面是参差不齐 因为刚来嘛 所以我肯定要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看见马路上就有一些地方 它那个店面啊都 就是凸出来了那么一截啊 你们应该懂我说的是哪一种情况 然后好好的一条马路吧 它这个就这么点宽 然后还要凸一截出来 然后那一段呢 又比较宽 然后那些店面呢 又凹进去 然后我就说台湾的城市建设怎么搞的 这都不整改 政府都不给这个建设一下 也不规划好嘛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他说啊 因为台湾的土地是私有的 这个店铺前面那个 那个 那个地啊 就是他那个店家自己的 那你政府想要去整改 想要去征收你的地 那人家不愿意啊 向政府说no 哇 夭壽啦 这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的感觉嘛 我居然可以向政府说不诶 当时心里的感觉就是 牛逼 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的行啦 在行这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我发现了蛮多不同的 就比如我觉得在台湾的小马路很多 可能就是因为地比较那个稀少的原因嘛 但是我说的那种小马路呢 并不是那个小区之间里面巷子里的那种小马路 而是就是正常行驶的那种马路 但是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我称之为小马路 可能就是在外面正常行驶那种马路 是两条道的嘛 去对面是一条道 然后从对面过来是一条道 这种两条道的 我都称之为是小马路 过去是两个车走的 回来是两个车走的 这种四条道的马路 我就称它为是稍微正常一点的马路 然后大概有三根到四根道的马路 我称之为大马路 所以我觉得像正常的马路和小马路 在台湾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发现的不同的是 我觉得在小马路 行人能走的地方很少 因为我刚刚前面也说了 有一些店面它会凸出来嘛 然后有一些地段甚至可能都没有人行到 或者是说有人行到 但是又有其他停机车的位置 机车又给它停满了 机车停满了 店铺又凸出来 然后下面又是机车要行驶的 然后又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车又要行驶 我就觉得行人的路权有一点低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在这么一条马路上走 它刚好我要走的那一段路 它其中有一段 就是那个店面它凸出来了 然后呢 店面又门口摆了很多东西 然后再往前一点呢 那个机车又停满了 人过不去嘛 它那里拦住了 人又过不去 我就只能往下面走 然后往下面走呢 下面又有小轿车停在那个马路上 旁边靠马路边的嘛 然后我就只能又往左边走 我就大概是走到了马路上 但是我也是贴着那个车走的 结果这个时候旁边有一辆小货车经过 然后那个司机就冲我大喊 他就说 小姐你不能这样在马路上面走 这样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然后我心里就咯噔吓了一跳 它真的是这种语气跟我讲话的 我当时心里就吓了一跳 我就觉得我很委屈 我真的很委屈 也不是我不想在上面走啊 你看看这一段路 我过得去吗 我上得去吗 我上不去啊 我又上不去 我走不下来 你还骂我 你凶我 你凶我 我好委屈 我的心 我好委屈 我真的很委屈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 怎么在台湾行人的路权这么低啊 我好难啊 还有台湾的红绿灯真的也很多 我就发现在台湾 左拐车辆的路权也有点低 因为很多路嘛 它不够宽敞 所以不会给左转的车辆 特意做一个左转灯 在是圆灯的情况下呢 左转车辆可以走 但是你要等对面直行的车辆走完了之后 你才能左拐 然后左拐的车辆就是等绿灯的时候 先过这根线 然后左拐停着等着 等对面的直行车辆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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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完了 你才能左拐 但这个时候 红绿灯也已经变红了 那对面直行的车辆都过完了 那没人过了 那那个红绿灯也已经变红了 那你要左拐的车辆 过了那根线 你往前开 那段距离 可能也就只能停 那么两三辆车吧 所以你左拐的车辆 你只能走那么两三辆 那剩下的你在线之内的 又已经是红灯了 你又得等下一个红绿灯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 啊 在台湾 左拐的车辆路权真低啊 你说改红绿灯这件事 也不需要经过那个什么土地私有 去去征集 去征集他们同意啊 怎么你这不能给左拐车辆的 那个路权给他往上提一提呢 不知道 同样是台湾人的你们 对于我刚刚说的这一点 有没有感同身受 稀不希望 左拐的路权提一提 有左拐专属红绿灯的这种红绿灯 多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要说我来台湾之后 感受到的文化之间的不同了 先说一个另类的文化 超商 每隔大概二三十米 你一定见得到一个超商 我还记得 我把我婆婆带回大陆的时候 她第一件事情就先问我 哎 你们这个Seven在哪 我只能很遗憾的跟她说 我们这没有Seven 她说超商就是台湾人民的第二个家 如果你在外地看见了Seven 你就会觉得在异地也有了家 主要是在台湾的超商实在是太牛了 你不止在这个超商可以买吃的喝的 买日常用品 甚至可以取钱 可以打印 可以洗衣服送洗 就是几乎你能想得到的 在台湾的超商都能办到 取快递 寄快递 还有各种的缴费 手机化费呀 或者水电费呀 这种太齐全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超商 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 这个东西放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相当炸裂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 谢谢文化 如果有人问我 你在台湾觉得什么最多 那么我一定会说 看到的红绿灯最多 经过的超商最多 听到的谢谢最多 我刚来的时候对于这一点 我真的心里非常的诧异 我心里想 在台湾他们也太客气了吧 台湾人怎么会这么客气啊 我买个东西他都要对我说谢谢 我是很不能理解的 然后也是因为我刚来嘛 所以也不太能接受这个气氛 倒不是说在大陆呢 就人家就不说谢谢了 但是这也太平凡了 我们会说谢谢的情况呢 那一定是对方帮助你了嘛 然后帮助你了 你要觉得感谢对方 然后表示你的礼貌啊 客气啊 然后对他表示感谢啊 然后会说谢谢 就比如你去吃饭的时候 服务员帮你端了个菜 帮你拿了个东西 你可能会说个谢谢 但是你买东西 服务员给你找个钱 服务员跟你说谢谢 我 所以当时我就很不能理解 刚来的那几天 因为经历了这些 导致我很不习惯嘛 以至于那段时间 我每次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心里都在祈祷 你别跟我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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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跟我说 因为我会觉得 你跟我说谢谢了 我好像不回你个谢谢 我有点不礼貌 但是我回了你谢谢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觉得很奇怪 这个事情 然后终于有一次 我实在是 心里这个疑问 到达了顶峰 有一次我跟我老公 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 那个时候刚好是结账嘛 然后结账 然后就说 先生多少钱 然后给他 谢谢 然后我就问 我说 为什么 他给你找钱 他要跟你说谢谢 因为在我的印象就是 你没有帮助他什么呀 为什么 他要跟你说谢谢 是吧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因为他在感谢 你在他家花钱 我这么一想 没毛病 突然开朗 突然一下 我就能理解了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 那确实该谢我一下 我选择了他们家 我在他家花钱 那你这样谢我一下 我好像也没有心理压力了 后来我和我婆婆聊天的时候呢 我也说到过这个事情 那我婆婆给我的解释是 台湾人比较会心存感恩 谢谢这两个字 不单单是客气和礼貌 是因为怀有感恩的心 去对待这一切 所以会经常说谢谢 经过我婆婆这么一说 我突然对于台湾这个谢谢文化 我就有了一个升华 就心里对于世界的理解 都感觉更上了一层 就是心里有一个东西什么 打开了变了的那种感觉 又有点说不上来 于是从此以后 我在台湾再面对那些人 经常跟我说谢谢之后呢 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也不会觉得尴尬 也不会觉得有压力 店家感谢我在他家消费 那么我也感谢他给我的服务 所以说以后就 他们给我找钱的时候 他说谢谢 我也回一个谢谢 我就觉得嗯 就是这样的 而且有了这个心态的转变之后呢 我回大陆 我也更经常的说谢谢了 因为我会感谢对方 带给我的服务 所以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我确实有被影响到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nice 然后还有一点变化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觉得我在台湾待久了 我不会骂人啦 脏话含量急速降低 因为在台湾说脏话 是可以被提告的 我没来之前 我老公就跟我开玩笑 他说你来了之后 你千万不要在外面 跟别人吵架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怕我赔到破产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只想感慨一句 台湾真的是一个修身养性 提高素质的好地方 我的天哪 当然啦 还有两岸用语的不同 就说话的一些词语啊 不同 很简单的 大家也知道挺多的 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表达意思的不同 也挺多的 就像我在拍视频 很多朋友在我下面留言 有一些人他说的那段话 我能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有一些人他说的 我不明白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他只是想给我科普啊 解释啊 还是在嘲讽我 在骂我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还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像我和我老公之间 也经常因为他说的一些话 他想表达的意思 不是我理解的那样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 我理解的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因为用于表达意思不同 我跟他也生过很多姿气 超过很多字架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可能就是因为 教育方式的不同 所以你表达说话 有一些这些东西的不同 但是我想吐槽一点 就是很奇怪的 就是还没有和我结婚之前 和我还在谈恋爱追我的时候 他就会很小心翼翼的 不敢惹我生气 在语言之中 其实我没有跟他生气过 然后在我们结婚之后呢 我就发现放飞自我了 男人得到了就不珍惜 放飞自我了 经常在语言之中惹我生气 哼 哼 发死了 还有就是台湾的福利政策 和大陆也有很大的差别 那这里我就先不多说了 其他想了解的大陆人呢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查相关的知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了 我主要说的还是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那么最后在这里 我还想再说一句 大家不要再给我私聊 让我给你们介绍女朋友了好吗 你们还是自己用网络好好去交朋友 比让我介绍更靠谱 你看看我现在 我认识的女孩子其实大部分也结婚了 然后我也结婚了 我在台湾 我还有什么新朋友呢 我新朋友 我跟年纪00后 我跟00后的人玩 所以在台湾呢 其实也比较晚婚晚育的嘛 没有这么早结婚 但是在大陆呢 你可能在22到25之间 已经有很多人结婚了 那我现在出去玩 我认识的女孩子朋友啊 我认识00后的小妹妹 然后你们的年纪 是吧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好像我介绍 我有点怪 做我一个中间人 我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还是你们自己好好在网络上去结交 属于自己的缘分 比让我介绍更靠谱 但是呢 你们如果感兴趣怎么样去追大陆女孩子 或者想多了解一下大陆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你们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人数够多的话呢 我就再拍一集为大家讲解这些 好啦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啦 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哦 如果非常喜欢的话 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 感恩的心 感谢大家 拜拜 喜欢就支持一下呗